這不是機器戰警或者魔鬼終結者當中虛構的機器人故事 而是英國里茲一家科技公司COVID 為手部肢體障礙者所設計的高精密人工手掌 這類強調功能性的抑制 運用齒輪與轉軸 讓抑制從手掌到手指 能做出比傳統抑制更細膩的動作之外 還能透過雲端資料庫 及時獲得研發廠商的協助 進行維修與升級 受惠者之一是曾經代表澳洲參加2004年 雅典帕運的游泳女將傑西喀什米斯 幼年時期因為老舊形式抑制 導致在廚房打翻滾燙的水壺 加上後來冗長的皮膚移植與復健過程 讓傑西卡對抑制充滿恐懼感 直到2022年初 設在英國里茲的科技公司COVID 開始與它接觸 希望它加入適用新型的手部抑制 我們試著建立技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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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讓我們可以接觸到手部抑制 在世界上的世界上 改變器的設定器 即使用客戶的設定器 即使用客戶去醫療 直接去醫療 醫療在外出時間 我們可以改善他們的改變 当然和所有使用手脚抑制的障碍者一样 安装后都要时间多练习 来适应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身体的机械 这对运动员出身的杰西卡来说 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 现在的她除了家庭生活之外 也全力投入巡回演说 希望透过自己的成长经验 让肢体障碍者接受自己与别人不一样的外貌 也让社会对这些有障碍的人更加包容 至于云端连接资料库所引发的各自安全疑虑 COVID的合作伙伴 创业已经30年的美国软件公司NetApp 也了解这是攸关企业永续经营的关键 公事新闻 徐佳人编译